华人回国有望凌家期 将取消酒店隔离 入境直接回家 疫情已经持续超过两年 身在海外的广大华人们 不少人都在计划回国 但是因为疫情和隔离政策 不得不暂缓行动 很多在加拿大的华人都在等待隔离政策松绑 然后顺利回国 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 随着香港本土疫情的好转 香港开始考虑把之前的3加4政策 调整为0加7政策 就是说入境香港的三天隔离检疫政策将不复存在 只需要执行7天居家监测即可 居家监测期间 并不是不能外出 只是不能去一些餐厅 健身房等需要主动出示安心出行的地方 但可以在抗原检测为阴性的条件下 搭乘交通工具 上班 去超市 另外 在3加4政策下 入境人员 三天酒店隔离后 就能通过交通渠道返回内地 如果这次0加7的政策实施 是不是意味着入境香港 能够直接返回内地 这一点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香港特首李家超在20日参会时表示 留意到各界不同需求 包括放宽检疫安排 取消登机前 减三检测要求等 官方做决定前 会积极考虑上述建议 将尽快对外公布细节 也就是说很可能在本周 关于0加7的政策就会有结果 同时李家超还表示 为了确保各项措施的一致性 防止混乱情况发生 这一切需要时间 不能让香港在防疫上回头 请不吝点赞幅